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姐姐一个星期以前就开始商量应该送妈妈什么礼物了 今天我和姐姐一放学就去商场买礼物了 我们看中了一条真丝围巾 但是钱不够 所以没有买 后来我们又逛了好几家商店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礼物 我们有点着急 最后我们在百货公司买了一副耳环和一瓶香水 又在花店买了一束鲜花 吃完晚饭以后 爸爸端出了生日蛋糕 点亮了蜡烛 我们一起唱了生日歌 唱完歌以后 我和姐姐拿出了给妈妈的礼物 妈妈高兴地接过礼物 感动地说 她今天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和快乐的母亲节 生辞二 母 母亲 节 母亲节 商 商量 送 礼物 我和姐姐 我和姐姐商量应该送妈妈什么礼物 看中 丝 真丝 我们看中了一条真丝围巾 够 因为钱不够所以没有买 后来 逛 后来我们又逛了好几家商店 这 急 着急 我们都有点着急 香 香水 一瓶香水 鲜 鲜花 树 一树鲜花 端 糕 蛋糕 爸爸端出了生日蛋糕 点 蜡 蜡 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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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亮了烛烛 拿 我和姐姐拿出了给妈妈的礼物 接 地 妈妈高兴地接过礼物 感动 妈妈感动地说 她今天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 七 用锁给结构及词语看图说话 结构 一 妈妈感动地说 我特别喜欢你们送的礼物 一 高兴 花 妈妈高兴地说 我特别喜欢你送给我的花 二 着急 不够 弟弟着急地说 我的钱不够 三 开心 考试 晓月开心地告诉老师 我考试得了第一名 四 感动 谢谢 哥哥感动地对医生说 谢谢您 八 小组比赛 在规定的时间里写出量词 一所中学 一瓶香水 一个文具店 一位老师 一瓶墨水 一个卷笔刀 一把尺子 一只毛笔 一双袜子 一个橡皮 一件外套 一部电影 一支铅笔 一条长裤 一节汉语课 一副耳环 一个酒店 一个铅笔盒 一条围巾 一本杂志 一个计算器 一顶帽子 一双手套 一张并架条 一束鲜花 一双皮鞋 一个文件夹 十一 角色扮演 情景 你和朋友聊怎么为爸爸妈妈过生日 我每年都送爸爸妈妈生日礼物 我也是 你一般送爸爸什么礼物 我爸爸特别喜欢看书 所以我每次都给他买书 你送妈妈什么 有时候我送妈妈香水 有时候送妈妈一个相框 你一般送你爸爸什么礼物哦 我有时候送我爸爸一条领带 和或者一支钢笔 你今年打算怎么为妈妈过生日 今年 我想送妈妈玫瑰花和一个漂亮的花瓶 十二 填空 初 静 过 好 亮 二十分钟 一个小时 快 高 瘦 一 我每天都读一个小时的书 二 爸爸点亮了蜡烛 三 我们先休息了二十分钟 四 他跑得很快 五 哥哥端出了生日蛋糕 六 我们说好一起去看一部电影 七 我们搬进了一幢洋房 八 弟弟不爱吃东西 所以他长得很瘦 九 他长得不太高 十 姐姐高兴地接过了礼物 十三 绝色扮演 情景 你上网给妈妈订生日蛋糕 例子 你好 美心蛋糕店 你好 我想买一个生日蛋糕 我想买你们网站上十五号的蛋糕 请在蛋糕上写上祝妈妈生日快乐 好 你希望我们什么时候送蛋糕 明天上午十点以前可以吗 没问题 你家住在哪儿 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我家住在中兴路96号302市 我的手机号码是13687604528 你怎么付钱 我收到蛋糕以后付现金 好的 再见 再见 请按一下暂停键 然后你看提示和图片 并根据上面的例子 编一段对话 要求 给花店打电话 为妈妈买一束鲜花 14口头报告 要求 说一说你去年是怎么给爸爸过生日和父亲节的 你给他买了什么礼物 那天是怎么过的 例子 10月6号是爸爸的生日 那天放学以后 我跟两个朋友去商场给爸爸买礼物 我们逛了好几家商店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礼物 后来在一家服装店 我看中了一件蓝色的衬衫 但是太贵了 我的钱不够 我的朋友看中了一顶网球帽 虽然价钱挺便宜的 但是质量不太好 所以我也没有买 最后 我买了一辆玩具车 因为爸爸非常喜欢汽车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拿出了给爸爸的生日礼物 爸爸笑着说 这是不是给你自己的礼物 大家都笑了 下面该你了 你可以用我们这里提供的信息和句子 完成一个新的口头汇报 朗读课 5月11日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很巧 今天也是母亲节 我和姐姐一个星期以前就开始商量应该送妈妈什么礼物了 今天我和姐姐一放学就去商场买礼物了 我们看中了一条真丝围巾 但是钱不够 所以没有买 后来我们又逛了好几家商店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礼物 我们有点着急 最后我们在百货公司买了一副耳环和一瓶香水 又在花店买了一束鲜花 吃完晚饭以后 爸爸端出了生日蛋糕 点亮了蜡烛 我们一起唱了生日歌 唱完歌以后 我和姐姐拿出了给妈妈的礼物 妈妈高兴地接过礼物 感动地说她今天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和快乐的母亲节 10.听课文录音回答问题 1.妈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2.放学以后她和姐姐去了哪 3.他们为什么没买真丝围巾 4.他们为什么有点着急 5.他们最后给妈妈买了什么礼物 6.爸爸是什么时候端出生日蛋糕的 7.他们为妈妈唱了什么歌 8.他们是什么时候送妈妈礼物的 9.用所给的问题编对话 1.去年的母亲节 9.你给妈妈买了什么礼物 9.花了多少钱 9.妈妈喜欢你送的礼物吗 9.今年的母亲节是几月几号 9.你打算怎么为妈妈过母亲节 9.今年的母亲节 9.你们会带妈妈去饭店吃饭吗 9.会去哪家饭店吃什么 9.为什么去那家饭店 9.今年的母亲节 9.你打算给妈妈买什么礼物 9.为什么 9.你妈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 9.今年你打算怎么为妈妈过生日 9.你打算给她买什么礼物 9.好了 9.要求和例句都听完了 9.下面该你了 9.准备好了吗 9.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9.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9.请点击关注我们 9.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个赞 9.加油 9.我们下次见 bópcare 9.步来 9.融化